1999年21條, 它指光線向上走 這是一個 Translux Wave 而是 所以波子要向上走 如果我們將WaveLat 移動一點 就是這樣 如果移動一點,P 會到這一點 所以我知道WaveLat 向左走 如果Wave 向右走是怎樣 Wave 向右走的時候應該是這樣 紅色筆是Wave 向右走 如果是向右走的話 P 應該是向右走 但題目指定是上去 所以要知道 Wave 向左走 Wave 是否向左走 這是對的 P Q 是否 Vibrate with the same amplitude 這是 Transresh Wave Wave 一定會有一次試過去最高點 例如很快 P 會試過去最高點 Q 會試過最高點 所以 Amplitude 是一樣 第三個 P Q 是 Vibrate with the same frequency 因為這也是 Transresh Wave 它的 frequency 是一樣 Q 是否 Moving Downward 是的 R 是否靜止 R 是向下走 我們要記一記 如果它在 Equilibrium Position 的時候 它走的是最高速的 Maximum Speed OK 所以 E 就不正確 它不是 Adrest 所以他會是同時 而來 趁火 感谢观看